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不然 大方用错了地方就是犯傻 遇到这三种情况 一定不要太大方 在当下的社会中 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就得把人际关系处置好 固然不说要达四海五湖皆兄弟的水平 但最最少也要有一些不错的人际关系跟底 这样你的路才会比较好走 他人也才会觉得你比较靠谱 才愿意跟你协作 很多人之所以有不错的人际关系 其实跟他们做事大方不拘小节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有的大方看起来是一种很大度很宽容的行为 可实践却阐明了本人的态度还不够坚决 他人也会由于你的大度而不注重你 让你的人缘越来越差 所以不是在什么事情上都能够大度的 与人相处时 在这三件事情上 越大方 人缘可能会越差 别不当回事 打肿脸充胖子的假大方 一叔说 面子是一个人最难放下的 又是最没用的东西 你越是在意它 它就会越沉重 越让你寸步难行 面子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一个心态问题 总有一些人为了面子 做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假大方 电视剧《知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于辅自傲的孙秀才 原本家境贫寒 因十二岁种秀才 被经商的盛家大房看重 背着丰厚的嫁妆将女儿驾驭了她 然而 盛书兰与孙秀才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受尽委却 决定和离 住在和离风波中的孙秀才 被盛家断掉了银钱来源 生活历险穷困 却依然不听母亲劝阻 从大方的请师友们到酒楼吃酒 以至于账款无法付清 落得被朋友们当场讥讽 这以后你的媳面 我们可不敢来了 怕来了走不了啊 面对小二逼账 朋友奚落 无法脱身的孙秀才 不得不拿发簪做抵押 脱一副狼狈囧相离开 有的人说 越贫穷的人 越喜欢在花钱上大方 也找回一点自信 面子 但是生活是自己的 图一时之爽 却会拖累家人 一起承担恶果 得不偿失 古人云 人居天地间 能屈能伸 面子不是装出来的 真正的聪明人 都会看重理子 不会为了虚无的面子 囊中羞涩 还冲大方 破坏社交规则的 傻大方 曾国藩说 莫贪大方 莫贪豪爽 尤其在社会交往中 做人不要贪图 大方 豪爽 有时候 你觉得大方是义气 是情义浓 却无形中 伤害他人的利益 而得不偿失 曾看到一位网友说 部门主管结婚 同事们一起参加婚礼 关于随分子钱 一般规矩是 每人两百元 但想着图个吉利 每人随两百八十八元 而且没指望主管将来还礼 可在参加婚礼的路上 一位在公司干了三四年的同事 觉得两百八十八元太少了 就随了三百八十八元 其他同事 尤其是刚毕业入职的 虽然心里各种不痛快 碍于面子 担心职意随两百八十八元 得罪人 也就只好各自再加上了一百元 虽然是简单的一个随理 破坏社交规则的大方 有时觉得很聪明 够义气 却在不知不觉中 得罪了更多的人 遭人记恨 甚至被人孤立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尤其是在社交中 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大方 损坏了他人的利益 毕竟人际关系的维持 不能只是靠金钱 不分人品好坏的盲目大方 有句话说得很好 善良给错了人会让你心寒 善良要遇见对的人 大方的付出要对值得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大方以待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 老师傅带着徒儿去山里耕种 走到半道 徒儿看到路旁躺着一头恶狼 十分可怜 便想发发善心 把身上的烧饼拿过去给狼吃 突然 他的师傅摁住了他 把他拉到一个隐秘的地方 徒弟不解便问师傅 师傅 您不是要教我做个好人吗 为什么不让我去救这头狼呢 师傅耐心地跟徒弟说道 如果那是一只兔子 或者是一只小鹿 也许你可以去救 因为它始终不会伤害你 可如果你救了一匹狼 到最后 你也会成为它的盘中餐 师傅的话其实很现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存在着东郭先生 与狼式的问题 在这个社会上 从不缺少恩将仇报 得寸进尺的恶狼 对于这种人 你的大方不但得不到感恩 反而是做理所当然 如果你不帮忙了 对他不再大方了 他就会埋怨你 记恨你 所以有些大方要分清人 对于人品差 或者得寸进尺 不懂感恩的人 最好愿离 收起你的大方 凤子凯曾在 《不宠无经过一生》中写道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如此安好 但人生在世 很少人能做到 不挂念过去 不为了未来 没有发生的事情 急促不安 人生路上 总有很多遇到的人 做过的事情 值得我们记忆 但只能偶尔想起 适当怀念 如果一旦停滞在昨天 过去之中 就会有数不尽的遗憾缠身 如果步步回头 永远也抵达不了远方 聚散不问缘由 只要曾经拥有 苏语常说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缘缺 是啊 人活一世 总有些事 是我们无法避免的 总有些人 是我们无法挽留的 就像山河故人里的一句话 既真实又扎心 每个人 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迟早是要分开的 以前有位四处游历的僧人 一生遇见的人数不胜数 他曾遇见过一位青年 两人一见如故 香料甚欢 于是青年拜他为师 随他在外云游 青年很享受如今这种 悠闲自在的生活 只要一想到以后 要和僧人分开 就忍不住赶上 僧人见他如此悲观 与重心长地安慰青年道 你我相聚已有三年之久 已经是莫大的缘分了 就算以后分开 也不必为此遗憾 很多时候 看轻不如看轻 看透不如看淡 别忘了 你越在意什么 什么就越折磨你 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你要问我原因 我和你说 没有原因 只因人在风中 聚散都不由你 神圣路上 陪伴一程 也好过错过一世 不管怎么样 相聚时用心相惜 不负这来自不易的缘分 如此 待缘分走到尽头时 亦能笑看别离 不留遗憾便好 朋友不问出身 只看真不真 这世间 人来人往 相遇无数 有的人 匆匆一眼 再无相见 有的人 擦肩而过 成为过客 有的人 大张旗鼓 虚情假意 有的人 默默付出 诚心诚意 有的人 让我们感受到 温暖和感动 有的人 让我们体会到 人心的险恶 以前总以为 结识的人越多越好 可经历多了 渐渐明白 交朋友 是一种 做减法的过程 看人要看品 交友 靠真心 真有真心实意 品行端正的人 才值得我们交心 而那些虚情假意的人 出身再好 也要敬而远之 朋友不问出身 只问真不真 电影《一代宗师》里 有句台词 做耕要讲究火候 火候不到 众口难调 火候过了 事情就交 这个火候 就是度 凡事都讲究有度 虽然 人们都喜欢 大方得体的人 却不支持 打肿脸充胖子的 假大方 不懂规矩 不懂规矩的傻大方 和不分人品的 盲目大方 你的大方和善良 只有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用在对的人和事身上 才有价值和意义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